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最近有一款遊戲叫做天命2 開發商啊 因為把台灣當作是一個國家 僅僅如此喔 他就辱華了 那開發商為什麼辱華呢 為什麼把台灣當作是一個國家呢 因為他列舉了 同治婚姻合法的國家 像是西班牙 法國 澳洲 南非 瑞典 跟台灣 就這樣讓小粉紅玻璃心碎滿地 腦袖說要刪帳號抗議 不刪帳號了就是台獨 我真的會笑死耶 不然要說 中國台灣是合法同性婚姻的國家嗎 這樣也怪怪了吧 所以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改國名叫做中國台灣了是吧 不是嘛 那要怎麼講 台灣嘛 你們國家就沒有合法同性婚姻對不對 不你們在哭什麼 我真的說啦 三帳號也好啦 反正你們小粉紅開外掛的也是開一堆嘛 心態炸裂的 哇 那比台灣多上很多耶 我現在人在美國 租車店啊 飯店啊 櫃台啊 裡面都在搞台獨耶 怎麼辦 他們都在我的這個表單上面的國籍寫台灣耶 他們沒有寫一個China耶 也沒有寫China Taiwan耶 我也不用走 我現在或是去大使館面試就可以來美國了 跟歐日韓國家一樣 在網路上填寫一份網路申請表單一天內馬上過 就可以兩年內無期限入境美國 你們要不要把地圖上的美國也刪除掉啊 刪掉啊 但是啊這家遊戲的開發商已經慫了 把台灣的這篇文章給下架了 所以不管他文章下架的原因啊 是認同小粉紅 或是想停止紛擾 這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小粉紅崩潰過 小粉紅哭過 他難過了 咱們心裡就舒服了對吧 還有一件事情啊 讓中共破防到要篡改別人歷史 一個歌手陳奕迅啊 他預計將在年底 於廣州舉辦六場的演唱會 結果主辦方的黨支部啊 把林夕作詞的歌 全部改成他人 像是比較紅的歌曲 K歌之王啊 你給我聽好 作詞人就被改成林若寧 十年這首歌被改成王偉文 愛情轉移之類的歌啊 就被改成周耀輝 超級荒謬的對吧 但是為什麼中共要如此呢 就因為林夕曾經支持過反送中 所以在中共眼裡啊 林夕就是個眼中丁 在中國所謂的內地 基本是被封殺的 所以這次主辦方的黨支部啊 覺得黨中央可能會否定 他們的這個演出 所以啊 為了方便過神 我乾脆直接自我審查 把林夕的名字先換成他人的名字 無論中共中央會不會真的 下這個聖旨去修改林夕的名字 為什麼主辦方公司的黨支部 會自己先自我審查跟操作 這就是我說的 層層加碼 越往底層 越往基層 就越嚴格 這跟我們民主國家的思維不同 我們民主國家是越往上越嚴格 但他們是越往下越嚴格 因為你想不清楚上面的人的想法 跟做法 亦或是之前黨中央做過類似的事情 所以下面的人就會比照辦理 只會更嚴 並不會更鬆 所以這也能解釋 為什麼特色管理這三年啊 最慘的都是什麼什麼村啊 什麼什麼街道辦自處啊 對吧 一句話 小心啊 五台意識形態稽查員就在你身邊 那說到這裡 還是要聊一下台灣方面的事情 中國最近恢復了制裁已久的台灣水果 開放部分25家台東四家進入中國市場 當初2021年是以 蟲害跟農藥的問題 禁止台灣的四家進口 那我們可以知道 從2021年 台灣中央政府跟台東地方政府 多次提供中共很多資料來佐證 但為什麼到現在2023年才恢復得以進口 我們時間先回到前幾天 前幾天中共舉辦了海峽論壇 邀請了台灣各在野黨 其中國民黨的副主席夏立言 跟台東縣長如約而至赴約啦 並且跟中共當面說 你看我們都來了 是不是這個世家恢復一下 這樣我們如果明年有機會當執政黨 我們可以大家各玩各的對不對 所以馬上就恢復了世家進口 當你說這是人制還是法制呢 這個政治意圖不明顯嘛 2021年到2023年 兩年多的時間 這麼多的郵件、紙本、證據證明還不夠 中共看不到嗎 你一個人到了中共舉辦的海峽論壇 一天兩天我馬上看到就改 你身體裡面有刻什麼數字 讓他檢查這樣之類的 所以真的是因為農藥或是蟲害的問題嗎 假使真的是因為農藥或蟲害的問題 這個改善需要兩年多的時間來改善嗎 所以拜託各位啊 不要這種民主國家的思維去看中國了 中國是一個政治掛帥的國家 最近連舞台劇、演唱會 都有意識、形態、稽查人員 你說呢?所以中共跟國民黨還在玩同一招 中共想要告訴台灣人 你們叫我選國民黨或是我邀請過去的其他政黨 哪一個不知道看哪一個想要跟我有這個機會 這樣的政黨上來之後 繼續騙你們 跟中國和平 然後跟中國可以談很多事情可以簽條約 台灣才會安全 台灣才會賺錢 我們才會所謂的會台 搞笑吧 正常的貿易為什麼要弄這種上對下的心態去看 很簡單啊 台灣人得到所謂的中國方面的暫時不打來 暫時會台 但人家中共要的是什麼? 就是把台灣給拿下 我只能說現在的情況跟2010年、2014年、2018年、2022年尾 都不一樣了 尤其是聖上這次第三任了 每一任都有自己的任務 都不一樣了 而且尤其是2020年尾跟2023年的兩會 大換血 全部換成這樣的人上來對不對 中共前面吃過好幾次的教訓 中共前面被騙過好幾次 可以合同有合同的可能性 但結果呢 都沒有嘛 所以聖上才在這個武力方面 加強很多的訓練 這次中共在跟你玩一樣的套路 他就不會再這麼笨了 你還這麼笨的跟他玩 到時候台灣真的是無路可退了 但是網路上的小粉紅跟黨卻有不同的看法 帶大家來看一些留言 怎麼關評論了 小豬同學 讓人說話天塌不下來 這小豬同學是誰? 中國國台辦的那個發言人 你們全家人都S了 這麼賤 一定要上著優惠嗎? 有本事開評論 你們拿著大陸納稅人的錢 去討好台八子 你們到底是不是共產黨領導的 這個破組織為什麼不能測了 一定要弄得民怨四起 一堆只會撈錢的人 前幾年就罵你們了 現在又來 你們這個部門是不是收錢辦事 是不是怕統一之後沒辦法撈錢呢?是吧 你這句話說對啦 其實中國不只這個部門 很多很多的部門 都是不想要被廢止 因為他們想繼續在這個位置上撈錢 所以任務永遠都做不好 或者做一點點 他下次還有這個錢可以繼續撈 敢不敢開評論 聽聽群眾的聲音 不是說要深入調查的嗎? 快轉發微博 人家都說了 誰跟你一家親 咱不需要 所以看完可以發現 惠台分兩種 任何國家在發展中的過程 都會給外商外資很多的優惠 帶動經濟的發展 所以真正被優惠的人 長期看來 是你們 而且惠台也不是惠我們百姓 是惠那些過去的企業家 小董說的惠台是水果的惠台 農業的惠台 那這個惠台就真正的是惠台啦 因為中共的農民自己都也很慘了 東西也都賣不出去了 中共都不會幫忙 然後急著買台灣的 買日本的 買歐美的 原因就是換來 中共希望他想要的政黨 在這個國家可以上台 可以讓中共在這個國家 撈到很多好處 所以每當一些時候 台灣的果農或是農夫在不滿政府 中共就會跳出來跟著罵 甚至有些就是中共自己做出來的梗 但中共自己的農民 就像我剛剛說的 他們更慘 他不像我們台灣農民那樣 可以說出來 獲得一些關注 獲得一些議員立委 或是當地的村長鄉長幫忙 我們台灣有些立委 會把品質較為不好的水果 跟農民說你們應該做成加工品 或是其他產品的 這個出口導向 不僅可以讓劣質水果還有其他的收入作用 不見得都是被銷毀 那剩下的優質水果 雖然量減少了 但價格會往上抬 以前我們的前花蓮立委美琴姐 他就是在幫花蓮部分的農民做這份事情 但中共呢 哪有什麼補助或是派人大去幫忙 你有聽過嗎 他沒有叫農館去把你打到S就不錯了 沒有讓村幹部去搶你家宅基利益就不錯了對不對 還想被幫助你搞笑吧 你不要給我找麻煩就好了 我之前說過了 中共可以用自損3000中國人民的利益 換來他國人民利益被損失200 這樣都是中共贏 因為各國的執政黨 下次選票就會少了200張 而中共 他雖然損失了3000國民的利益 但他千秋萬事 因為沒有沒有沒有 通過各國的執政黨少了200張 那中共可能在海外培養了在野黨 或是一些被滲透了 他就多了200張 往往有時候關鍵都在那幾票 而最近中共在歐美日韓的海外警局 紛紛被破獲 自己宣示的影片文件都流出來了 還時口否認耶 最近美國的法院宣布 前美國紐約市警官 與兩名持有美國綠卡的中國人 有罪將入獄10年到20年不等的刑期 那就說說這個前紐約市警官吧 這個人在2016年到2019年 受到中共的支持跟資助 成為中共在海外的打手 勸返很多這個在海外反共的中國人 最近美國跟加拿大還有歐洲 都抓出很多中國的海外代理人 或是中共同路人 雖然中共常常說什麼 雖遠必誅 遠在天邊的歐美都被滲透了 近在眼前的台灣呢?會沒有被中共滲透的存在嗎? 是個假議題嗎? 最近布林肯反華的事情 布林肯與中國官員各做左右方 聖上坐在中央 與以往不同 也是採用這個上對下 並不是國與國之間對等的方式進行會談 像是這個當年香港特首 他也是坐左右 然後聖上坐龍椅 結果雙方在會談上 對於中美或是台灣問題 完全是鼠頭壓搏 雞同壓獎 在會談前我就說過了 這絕對是無共識的擅長 基本上我料中的也差不多如此 而小粉紅又在揪住布林肯說的 不支持台灣獨立 斷章取義的高潮了 人家說的不支持台灣獨立是 台灣從中華民國獨立出來 而不是從中共國獨立出來 美國的一中政策 跟中共自己說的一中原則 完全不一樣 美國如果說的不支持台灣獨立 如果是從中共獨立出來 那就奇怪了嘛 美國就不會賣武器給台灣 也不會派一隊官員戰機到台灣 也不會讓裴洛西來台灣 蔡英文也不可能跟麥卡錫見面 對不對 而中共說的台灣獨立 在中共的認知方面 他確實是個偽命題 因為台灣 不管他叫什麼名字 台灣一直都是獨立於中共管轄外的 這是不爭的事實 沒錯吧粉紅們 送你們兩句話 該走線的去走線 該當農管的去當農管 今天影片到最後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不喜歡記得 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八角下次見啦 掰